歡迎又來到我們球迷直播室的節目 第三集 有我們兩個拍檔 多數我們兩個拍檔就是Patrick和我樂仔 兩個上次我們說什麼 上次你沒有份 但我們上次拍的時候說什麼 我們上次拍的時候是世界杯 當然不是啦 英超前瞻 英超前瞻那個 北地節目 所以上次拍就是拍那個 今次又來拍那個 又是英超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愛隊對我愛隊 就是看到我的樣子 看到他的樣子 你就知道長波幾比幾 大家都應該 今天Facebook不斷洗版 都洗版的 最後昨天 我們先說回最近的那場波 就是熱癡 作客去到奧奪福對著曼聯 成功以3比0擊敗曼聯 先問Patrick 作為這個摩連奴 在曾經受執教生涯裡面 主場的最大敗將 怎麼看呢 老實說賽前 大家知道 我在FacebookLine 都做過英國足球雜誌 都有跟Gary說過這場波 我都已經是 不是說太太好的了 想著最好的 最好的都是和 輸可能都有點不當不少 但我猜不到輸得這麼金 但是坦白地問你 如果你只說開球 十幾二十分鐘 甚至到三十分鐘為止 你會不會覺得這場波 其實贏球基本上 可以說 有機會 不是說 開頭上半場 沒有說開球二十幾三分鐘 甚至整個上半場四十五分鐘 當然後防脫漏 正常 萬年有邊場沒有脫漏 但問題就是 如果以頭四十五分鐘來說 這場波人不是我想像的 那麼糟糕 我可能會想回自己 會不會想得太悲 怎麼都會有些機會 但問題是三番四次 你把握不到之後 一出來被人堆一顆 之後又一顆 這樣就沒有了 二次都很多年 未能夠在奧奪福 能夠贏波而回 幾年前 好像四年 是不是四年 好像四年 再之前都有一年 好像是吧 這不是很重要 但是儘管今天是最重要 但是我自己 就是從熱刺球迷的角度去看 如果你問我的話 頭三十分鐘的賽事過去之後 和球是我收貨的 因為那一刻 如果你有看到整場波 如果你只是看比數 今早起身 看到0比3 萬年輸得很金 你會覺得整場波當然是熱刺 就是穩操整場波的賽事的節奏 中場的輸送 甚至是磁場壓迫一定很臭效 絕對不是 其實整個上半場 你說到最後的十分鐘 才有熱刺第一腳的埋門 當然也是中籠的埋門 來自亞力神 但是之前其實一個埋門都沒有 而那個時候萬聯 已經有八次的埋門 有兩次的中籠 其實在那個賽事進程裡面 射門當然不代表一切 但是你只是說控球方面的比率 中場的控制 進攻的節奏 全部都是萬聯的 話事之下 全部都是萬聯所掌控和控制 萬聯在這場波 其實你會留意到 可能很多萬聯球 一開始都起出望外 就是那個前場壓迫做得非常之好 多次能夠令到熱刺 在後防的一些猜拳 沒得選擇 唯有斬上去 斬上去固然脫的機會更加之大 其中一些被明顯地 是針對去迫的球員 包括查比亞和丹尼老師 查比亞好些 總算很多時候都能保持球 起碼斬上去前面 都會斬到一些有人的位置 而丹尼老師 很多時候都唯有強硬 一個球勾上去 儘管看看如何 多數的位置都是沒有人的地帶 我可以問問一下 你覺得如果昨天出了丹尼老師 你有些擔心嗎 我擔心了 整個90分鐘 直對換出那一刻 你明白嗎 丹尼老師我自己覺得 之前曾經傳過 他想離隊 也有傳過其實他有抑鬱症 等到很多問題 其實上季的季中 復出之後 一些竹種妹的措施也看到 其實他的狀態也不是特別好 回想回丹尼老師 最好的賽季 已經去到應該是 跟李師特成爭冠軍那季 就是再次 搭著這個鑼加 搭左右兩邊翼峰 即是翼櫃的位置 的時候的丹尼老師 數一下 都已經好像過了三季了 已經過了三季 其實這個球員 我自己覺得 他的高峰已經過了 很坦白地說 但這場球 為何會起用他 亦都看得出一個端毅 為何不用 表現比較穩定的 賓戴維斯 不是因為賓戴維斯有傷 而是丹尼老師 有一些賓戴維斯沒有的東西 就是那個身體的對抗性 和那個速度 你看到這場球 其實很多時候 我相信 可能這個普洋天羅 在賽前的預計 都會想著 對方一定有一邊翼峰 就是華舒福 或者馬斯亞 再不是 連加特也好 這些一定很有速度 如果賓戴維斯 判斴維斯 其實真的有一點危險 和危機 反過來 丹尼老師 雖然你說他的穩陣程度 沒有那麼高 但是在這方面的把握力 在判斷對手 你最猜不到 就是他把匡里拉回來 打中堅位 右中堅位 我相信匡里拉 不知道他 以前西加班牙 如果有錯 糾正我了 那麼大的時候有沒有踢過這個位 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了 當然校隊那些不算 但是問題是 起碼你現在 踢職列的聯賽的時候 有沒有踢過這個位 就是如果 那麼突然之間 是一場 那麼強強對碰的賽事 摩尼奴 碰了的話 你就說他壓期高 真是毅高人膽大 輸了的 不像現在被人說 為什麼要玩這些事情呢 但是我相信他一開始是想著什麼呢 因為看了匡里拉 就是他如果放在中場的時候 不適氣力 跑上跑下 那個位 因為他知道 其餘那兩個是誰 被重視 屎摩尼 出名就是什麼 多於什麼 都是大家鬥脫樓 誰脫樓多 整場球 所以他打算找匡里拉 跑得走得的 去補他們的位 但是始終你一個中場 和後衛 只是防守意識 已經是兩回事 是不同的事情 所以匡里拉 很多時候就是 基本上他想包 但是不知道究竟是 這個時候去包 還是真的要幾時去包 甚至於 很多時候 有些越位的位 他自己都走不走出來 或者是 無緣無故是 已經站在這裡 包了越位 甚至有些位置感的問題 都是完全是很不習慣的 所以這一波 我覺得 摩尼奴賭書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其實匡里拉 會找他去打中堅 其中一個想法 相信就是因為 之前在中場 很多時候見到他走前 走後很多時候 進攻他有參與到 防守他有參與到 他是不是可以在 進攻和防守之間 有一個很好的平衡呢 是的 如果他去打中場的話 但是如果你要去打中堅 你看到 摩尼奴賭指令 其實也不是這麼簡單 在後面防守 其實也希望他上去進攻 很多時候見到 上半場 就是萬年攻得很厲害 在頭 整個上半場 就是超過10分鐘 那35分鐘裡面 其實匡里拉很多時候 都站在禁區頂 對方的禁區頂 又分上壓上去 進攻的 有參與很多是策認之類的 問題是 如果你又要他做一個中堅 又要他參加進攻的話 你想想 由自己的禁區頂 跑到對方的禁區頂 其實是很遠的距離 所以你看到下半場 就出來了 用回打法的 但是熱刺 由於在上半場 尾電開始站穩陣腳 到下半場 開始也慢慢 動色得到 匡里拉這個位置的漏洞 很多時候 看到匡里拉 濕位的問題就出現了 因為其實都會動色得到的 就是 匡里拉你打中場 的確你包到很多位 但是打中堅的時候 你真的很難要求到 我這一刻上去進攻 反擊的時候 可以回來 這個不是匡里拉的問題 而你要他走的幅度 實在太大 中場的話 他純粹是走前一格 或走後一格 其實他走極 來回都是兩格 但是不是 如果他做中堅的話 他走去中場一格 走回去前場一格 走回去中場一格 走回去後一格 右走回去後一格 其實多了一倍去到四格的位置 就是我這樣嘗試 用數學來解釋給大家聽 他用的氣力都多了一倍 那你怎樣能夠 令到他拉一個 本身不是這樣打的球員 當然你要他本身的氣力是好的 但是他是不是去到好到 可以跑到人一倍 應該都很難做得到 所以下換場看到很多時候的位置 掉得很厲害 亦都導致 魔導來換走他 是的 接著 一對翼衛 其實左邊 蘇爾來說 應該是整隊 金場球最好的 是 我反而覺得 翼衛反而更適合他的位置 比打閘的 因為翼衛 可以釋放了助攻的能力 但問題是閘的 你始終要兼顧防守 閘就是閘 你不能上太多 所以 這件事情 亦都可能是 給魔導看見你怎樣去用 所以 但右邊滑輪聲 好了 雙元復出 我覺得 因為始終 年紀來說他已經33歲了 不經不覺 還是要這樣打 可能剛才雙元 狀態都還沒很好 但是 感覺上 給我感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 有些可能 年頗老二的感覺 開始有些 對比過去幾季 他的跑上跑下的幅度 或者速率 開始慢慢退下來 這一場 加上剛剛相遇的狀態還未好 所以 某程度上 你會看到 為什麼兩邊好像不太平均 一邊所以 嘩嘩嘩 但另一邊 華倫西亞 沒有了以前那種 所以 你可以說 某程度上 側重了另一邊 那邊 反而華倫西亞 有時候華倫回不少下來 加上虛尼拉 那個位 所以便經常覺得 是一個缺口 亦都很容易 被二次下半天看中 是的 其實 蘇爾那一路 這也可以再補充 其實蘇爾 可以說是萬聯 打罪他的球員 但他的位置 亦都是萬聯的弱點 很明顯的 等一下我們再講這個問題 但是 我也想再講一講 萬聯進攻的問題 其實 賽前的熱心 我們之前也講過 其實見到 就是摩魯調教了三季之後 雖然前場的人 是有所調動的 但是你出去出去 都是那群人 骨抗筆改變得太大 是不是 沒有什麼將法的 進攻 沒有的 你看到其實這場球 雖然你說萬聯 在前場的壓迫飛翔的臭效 很多時候 斷了二次的球 撿上去左右兩邊的flank 即是那條邊內的位置 讓盧卡古得住的位置 對著中堅 回到那個球 然後呢 你看到其實整個配合裡面 好了 然後我回了給連加特 誰做插入呢 這場球其實移得比較前小 還有連加特 所謂的平排 即根據賽前的 11人的證選名單 那個 就用圖來講 是普巴 但是普巴感覺上這場球 又出其意料地 他又做了公兵的事情 做很多的防守 參與進攻方面的創造力 非常非常低 最主要參與進攻的部分 就是在禁區定抽 都沒有特別多的事情做過 但是 很多時候剛剛講過 你打反擊 或者前人迫多個球 立刻去做的時候 你要靠兩三個人去做些進攻出來 萬聯的進攻集合 完全做不到這件事 儘管後期換入了山齊市 這個問題仍然是沒有解決過 很多時候給了盧卡古 盧卡古給了連加特 好問題 前插的是誰 盧卡古一定被人握住了 很正常 是不是 誰進去走空位 令到連加特有得交 其次問題就是 連加特為什麼要負責交 連加特本身也不是一個負責 交球的球員 也不是一個全球能力 全球質素很高的中場球員 而是一個負責前插的球員 即是 如果盧卡古回後的球 可能回到你一個有能力 分得到球 而前插的連加特的話 其實這個進攻組合 理論上是合理的 或者理論上是可以用得著 但是 辦聯整個陣容裡面 有沒有一些可以做得到 剛剛說派牌那個通作的人 你要硬找的話 我也想到兩個 要是馬達 要是另外安達斯 埔尼拉 即是這兩個 但是感覺上 經過過去的賽事 尤其是上場球 摩托對他們的信任不太大 所以場球決定一致 棄用了兩位球員 後面都好像不見他們 這樣的情況下 我明白強打得不好 說他是應該的 即是不要繼續出去 應該的 但是 導致整個前面 本身已經沒有什麼方法的進攻 更加雜亂無章 更加看不出 進攻在哪裡的時候 喂 這個賭博 或者這樣的犧牲 會不會更加之大 但是會不會 不是那麼值得呢 你講到後尚前冊的那些 普班就是那個位置的 但是你剛才所說的 他昨天做的反而是功兵的事情 反過來多數前冊是誰呢 反而見到最多 廢特 兩個角色好像調轉了 但昨天廢特 反而我反而覺得他 好過之前那一場 很多 起碼就像樣一點 即是 就算大家可能覺得他不是很突出 但也起碼要像樣的 但普班呢 我不知為什麼 我不知是 摩連奴給他的指示 還是 又是他自己要玩性格的東西 又是說要 特地站在後面 總之應該他做的事情 他又沒有去做 你永遠見到他的鏡頭 真是功門 軟射 幾腳軟射 我自己這樣覺得 普班為什麼會這樣取態呢 我深信不是他自己的決定 如果大家對普班的理解 是一個很喜歡參與進攻 覺得自己天才橫逸 很想去表現自己的球員 會不會說去到 我做了一個功兵的防守 這場球 交一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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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不要交一些太創造性的球 會不會這樣選擇呢 一定不會 這樣做的情況下 這應該是領隊給他的指示 普班也唯有跟從領隊的指示 這樣去做 當然暫時沒有任何外電報道 或者說 原來會不會 普班做不到汪源奧的事情 我可以這樣覺得 你暫時沒有這些報道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 但我告訴你一定不是 如果是的話 換走 他早就換走了普班 為什麼會選擇換走馬迪呢 不可能 同一時候位置換人方面 為什麼會選馬迪換呢 因為普班其實做到戰略上 要他做的事情 反而馬迪沉 是做不到的 因為以摩尼奧的性格 就算你多大牌都 你做不到他的事情 話說是幾個分鐘 他都會換走你 是 特別重要的是 如果你因為這樣而發脾氣的話 他更加還要更加換走你 是 所以他更加不會給你面子 但如果你說 你剛才說得對 為什麼還可以踢到這麼久的時候 就應該是 他做到摩尼奧給他的事情 是 所以就不能怪在普班身上 而是 他做了領隊給他的指示 而問題在於領隊的部署 那個是廢特 廢特 我只覺得這場球 他很多時候去到禁區裡面 都喜歡做一些上腳 嘗試做一些盤柳 落底 樣子很多下 過多了 我多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令到本身人燒打人燒的情況 變成人多打人多 變回陣地戰 就沒有意思 林美也試過有一下 就右邊走下去 一腳就放出街 都有一腳漂亮的 敗他熟悉一點的 左腳射了一球 彎球 但是彎不中籠 但是 表現上 不算特別差 也不是特別好 只能說合格有餘 正常 但是 廢特 是否做得到 剛才我所說的 負責把球給禁區裡面的人 第二點 支點給你之後 你再去發展那位 所謂派牌的play maker 我覺得 都不可以 所以 曼聯怎樣去想 一個進攻的陣式 或魔圓爐怎樣去砌 這個魔圓爐很大的考驗 或者試題 另外 都可以說回 剛剛說到疏爾的問題 其實 熱致的頭兩個去入球 如果你記得的話 第一個入球是來自國球 對不對 國球怎樣出現 其實就是有一個在右路的進攻 一個球側上去 被右邊的扶位走進去 很兇很兇的 阿力森 一個是全中 給了中階的盧卡斯姆拿 射過去 中到史摩尼而出界 那些球如果散不中史摩尼 那些機會中籠 就直接入球了 但問題是 那裡右邊的空位 是空得非常誇張 而 阿力森拿球之後 我相信在十馬以內 你是見不到疏爾 是 疏爾是上去進攻的 也沒有人幫他包回那個位 也不是很懷疑去追回那個位 好了 導致有各球的問題 入球給哈利簡尼 一比零 好了 在一百三十幾秒之外 塞的第二球球 又是怎樣來的呢 同樣也是右邊的腹位 空了 見不到所以 比之前 再一次由阿力森傳傳給中間 搞定 對不起 第一球射中人 那是艾利 第二球射入那個 就是盧卡斯姆拿 更正一點 兩個的入球 都是來自右路的 來自右路 所以你會留意到的就是 是否代表 防守方面有少許問題 那你會說 因為我壓了上去攻 留意一下 那時候只是相隔一百幾十秒 那一刻 那一刻是未換任何陣式的 那一刻魔力錄是未按鍵的 起碼他未換第一個人 未換 第一個應該換入的 未換得生齊事進來 其實那個時候 陣式來說是沒有什麼大的調動 純粹是蘇爾再一次漏空了一個位置 這個人幫蘇爾的表現是很好的 他個人的表現 但是 純粹看到他拿球再腳 摺球的時候那一刻很好 但是做一個球員 做一個左閘球員 他能不能夠保得回自己的位置 守不守護自己的區域呢 這是很大的問題 嗯 所以 過去三場都是勝選 都是那個位置 他過去三場 都算萬年成績不好的時候 很多球員都覺得 他都是 少數可以覺得是一個 有正面評價的球員 但是 第一場就入球了 但是其實 有沒有發覺 由第一場開始 第一、二和今場的球 所以 雖然是表現 overall來說 也算不錯 但是其實 有很多的缺點 剛才你所說 位置感 這一個問題 你遇到那些球隊 只要他是 真的 打雙翼齊飛 而那隻翼翼 有些腳法 或者有些速度的時候 他就可能已經招架不住了 或者是上去 花五次下來 第一場對著李施日成 其實他都 你對著 那個 葡萄牙那個 列卡套 帆利娜 都已經是有點吃力了 不過 只不過 你還可以頂得到 還有 那一場球的後防 叫做 一對中堅 發揮到正常 這個很關鍵 大利的時候 沒有辦法交 第二場來了 其實第二場 那一對球 八里頓的質素 比李施日成更低 為什麼會更嚴重 反而更嚴重 就是因為那一場球 一對中堅 他們是補不到他的位 因為他已經自身不下 所以不行 加上這場 所以我剛才說 雖然說 翼翼是很適合 所以要去踢 但是手要條件 這個中堅 那個位置 很穩陣 至少三中堅 至少有兩個 可以做到包位 和棋位的位置 大家互相包圍 最起碼這件事 攔截的功夫 是真的要有 一流的功夫才行 如果不是的話 只會是 要多少有多少 是 其實十堂三坑的情況 就是當我翼翼翼 翼翼上去攻 其實十堂三中堅的時候 翼翼上去攻 後面是不應該有 那麼大的空隙 因為你有一個左中堅 其實也很能看到 左邊的範圍 我自己覺得 所以這場球 是不是真正的三中堅 我又覺得 好像不是太是 我都不是很知悉 把握究竟是防中 還是怎樣各樣的事情 其實這件事 我不肯定 我對現在也不太明白 發生什麼事 但是 即是我講 很多時候 那球給了下去的時候 那些中堅持拉出來 去幫忙 去塞住對手 這件事你見到熱刺 就做得到 很多時候 那球直接環越了兩閘 例如這個查比亞 或環越了這個路斯 他給了前面 走在那些左右兩邊 附位的路卡哥的時候 馬上有人近身 特別多的就是華湯筋 你見到 尤其是很多時候 丹尼勞斯哥被他進攻 很多時候 這個環越後面 一側側上去 就被盧卡古 盧卡古 一拿球後面 已經有一個華湯筋 跟著他 當然最後 你說盧卡古 是否也能回到 但起碼阻止了 盧卡古衝下底線 傳中的一個可能性 偏偏 萬聯做不到這件事 留了很多空位 給亞力臣兩次的傳中 一次間接造成入球 另一次是直接造成入球 所以 這就是可以說回二次那一遍 萬聯說了很多 其實二次 我自己覺得 頭那半個小時 是挺令人擔心的 而這種情況 其實一直以來 二次都有的 就是大戰的時候 入局入得比較慢 尤其是作客 主場都好些 例如上季 其中一場代表作 就是主場對著利物浦 好像武器作勝4比2 好像那場 還是4比1 那場魔法很快入局 慢慢才入了兩顆之類 那場魔法入局非常之快 是限於主場 很多時候 一到作客的賽事 入局很慢很慢 一定會被對手牽著來打 打很大段時間 那段時間捱到 之後還有掃講 因為我們都咬得上來 但是捱不到 被人一路砌 就像前一兩季 看到對著萬成作客 多數糟糕 拚敗如山倒 可能第一場 將上場0比0 下場可以2比0 已經被人射到 但是因為上場沒有射門 可以 這場魔法追回2比2 沒有記錯 但是這個情況 其實在熱刺過往幾年 就算波及天龍所帶領的情況下 都比佩佳士 所以 這個問題是熱刺需要改善的 當然 你說他站穩了陣腳之後 表現得非常之不錯 尤其是反擊方面做得非常之好 這場魔法下半場 也關鍵 我自己覺得 就是艾力臣的復甦 其實上場叫艾力臣非常之沉 很多的拿球 傳送是完全做不到球迷 對他所有的期望 分下半場 那兩次很機靈地走一些符位 走他本身不是打右翼的 他走到那些位置 支利空 拿到球 用他很精湛的傳球技術 傳給禁區 臥味於頂的球員 或者小禁區頂的球員 或者小禁區頂的球員 那些很好可以後上 按上射球的位置 做得到 亦都令熱刺能夠取得到一個勝仗 其實他非常之關鍵 但阿力臣其實 過去兩場賽事 我只覺得都是沉的 真的只有這場對曼聯的這兩三腳 是比較好一點的 問題是否基於世界盃之後所疲勞 一定有這樣的可能性 除了講他之外 另一個就是入了兩球的 盧卡斯姆蘭 我反而想問問你 你覺得他連續兩場都有球 其實上個季中加盟 開頭上季 你都覺得出場機會 又不是太穩定 今季開始 因為可能夾慣夾熟了 你覺得他的冒起 會不會真的可以幫忙阿力臣的工作 我自己覺得暫時的定位 他就不像是幫忙阿力臣的 而是他的存在的情況下 導致熱刺後 另一種是戰術打得出來 這場球你會看到很多時候 站最前的是誰 其實不是哈利加尼 很多時候你會看到是 盧卡斯姆蘭 盧卡斯姆蘭 所謂在4231的陣式裏 排在一個右中場的位置 其實你會看到很少時間 在右邊出現 那時候他埋到非常之中間 而哈利加尼多數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可能前回 即是近 沒有他那麼前的 後回一點 他接一些側上來的球 就第一時間控定 得住 博犯規也好 回後 他組織的反擊也好 這就是哈利加尼所做的事情 接著最前的 就有個非常之快的 盧卡斯姆蘭 他不停地侵襲著這條防線 不停地走位 領到這條防線不得不向後退 要是你全部都升出來 令他越位陷阱 但是 你不可以說很快很高位 就越位陷阱別人 隨時被人爆過了 你便死得 所以 唯有一直跟他走 在這樣的戰術情況下 你導致 因為熱刺的反擊進攻的空間很大 因為盧卡斯姆蘭一路向前推 令到他防線退後 熱刺一路向前進攻 導致熱刺一直都有很大的空隙 有很大的空間 去做一些組織 去做一些傳送 無論是蓋上來的艾力神 艾利 甚至可以移出來的哈利簡尼都好 甚至走上去的丹比利 迪亞都可以 所以 戰略上我覺得是有少許的變化和不同在這裏 所以 他的存在 我想最侵襲得到 最威脅得到 誰呢 是孫興文 而阿力臣這刻在熱刺 都仍然是無可或決的 始終他的全球的精準度 準誠度 是沒有任何熱刺的球員 能夠取代得到 尤其是在前場來說 當然你說 死球的人 就有人取代了他 這個辛碧涵 查比 完全取代了他 今場又有助攻 他辛碧涵在這裏 越來越奇怪 儘管看看他怎樣 所以我只覺得 就以次成功 三場就全勝 你說今年能不能夠奪標 能否跟利物浦馬城駕駛一支長短呢 然之過早 所以我覺得這場球不輸 是純粹因為萬年前場進攻沒有形狀 如果萬年的前場進攻是有形狀 拖了半個小時入了你一球 或入了你兩球 你已經沒有新的機會 或者這麼說 你說開剛才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就會說 盧卡古的空門那個球不進 反而是這場球的關鍵 當然就沒有如果 可能之後 以次蓋上去 那關鍵是因為出了戴盧斯 因為戴盧斯撿給他 這樣倒轉 你也想說 自己有些思心 也希望盧卡斯 都可以打起 因為他打起巴西 也有什麼 你看 巴西游奴 只有衛利安 所以戴盧卡拉斯 哥斯撿了之後 好像就沒有其他 沒有第三個選擇 或者第二個選擇 還有哥斯打球隊 好像打球隊 不就是打球隊 永遠都好 打國家隊 還有他後備出來的那段 爆那段 就有了 但如果你說有盧卡斯 可能就是不同的 案法都不會出現 還有 你說盧卡斯 近這兩場 我所見 他打的 他真的不單止 不限制在右翼位 甚至是滿場飛 他好像給我指示 不知道是不是 你在前面是自由人 的角色 左邊也可以 中間也可以 前面也可以 所以這方面 反而可能 對此來講 多範逸球的殺進攻 還有補充多一點 進攻的全員 是什麼呢 是防守 因為你沒有防守 拿那麼多球 你沒有進攻 所以進攻的全員 正正就是防守 那盧卡斯姆拿 其實都是我們進攻的全員 為何這樣講呢 他防守的數據 其實都頗誇張 二次 暫時三場 都是說 做出十次攔截的 全隊最多是敵利艾利 估不到 中場做得多是攔截 另外 interception 就是一些環 中間 截人被全球 一些截斷的 一些工作 最多都是艾利有七次 但第二多的 已經是盧卡斯姆拿 這場 我們都見到好幾次 在前場 由於他的速度快 和小顆 他只要保持你的時間 尤其是加上二次前面的前場壓迫 那時候迫到對手 只有一條的進 即是全球的路線 除非你掘上去 如果你想後場 好著那個球 只有一條全球的路線 那時候呢 當你一想出腳的時候 你見到盧卡斯姆拿 已經極速去飆過去了 有一兩下飆到 就搶到你的球 直接打個反擊 那些是飆不到的 那也沒有壞 那就順暢試一下 所以你看到盧卡斯姆拿 因為他的速度 其實令到熱刺 在前場的進攻 和防守 都有所改變 有所進步 那說完熱刺 當我走回頭 說說什麼呢 那個摩聯奴 其實摩聯奴也真的值得說 那是好一點 第三季的魔咒 那就是 說到 永遠第三季 就會被人解僱 那一支球隊 如果 暫時這樣看來 應驗可能性都很大 但是如果今季真的應驗 他的魔咒再一次實現的話 在季中被人圍繞了的話 其實也是 就是萬聯的執教生 也是他整個執教生裡面 最差的一次的執教 因為他不能夠拿到 任何主要的錦標 除了你說 十歐八杯 足足杯之外 年齋杯 其實他沒有拿不到聯賽 拿不到歐聯 其實比起他以往教的球隊來說 最失敗的就是萬聯 那為什麼呢 其實你覺得 首先就是 正如 不能否認 所以我也說 就是 你落後之下 你沒有一個進攻的套路出來的話 其實某程度 你真的挺窮的 你不得不承認這件事 任你防守怎樣也好 你要贏球 你要入球的嘛 你不可能靠 好彩 靠滾滾 滾一球回來 之後守 你永遠都不可以這樣 你一場可以 兩場可以 不代表永遠都可以 那麼你進攻的套路 你前面不是沒有人的 你沒有好好的去利用他 好了 還有我覺得他的性格方面 都越來越是令到他 步向失敗的一個邊緣 可能以前成功 他個人的性格 本身可能就是 都幾高傲的性格 帝宇軒昂 對 高傲 但問題 反過來 你 壞點說 你得罪人多 你壞的時候 事實際上 每個人都可以來踩你 好了 到爆的時候 你搞到以前的 魔年頭只會去窗口對外 對內不會 現在不是 好像反過來 外也有 但反而內也更厲害 他對外的那個 他最喜歡罵他 最壞 楊家喊了 多數他一不碰 他就提醒雲家 雲家沒有 對普 糟了 他想以前聊高譜 但高譜又不騷 沒有理他 不是沒有理他 現在很慘 很慘 他不喜歡你 前面罵得很厲害 又沒有罵 你見到他想罵 可能之後 哥迪奧娜 沒有什麼 哥迪奧娜不會 你跟Puytino Puytino是和你朋友 沒有什麼好 他經常說明 都是我們很年輕的時候 一個模仿 對象 免得跟他罵 我讚你算了 你厲害 所以某程度上 你現在跟自己的隊友 都這樣不和 甚至連高層 你經常在那裡說 你經常在那裡說 沒有人沒有人 雖然 今場摩太太太 真的需要一個很有質素的中堅 但問題是 你已經花了多少錢 你自己這麼多年 這麼多季 買了多少人 今季好了 你都已經花了不少錢 雖然只有那幾件 但問題 一個成功的領袋 你要怎樣去利用 好好利用現有的材料 去拿到最大發揮 最大的水準 拿到最大的成就 但摩佬 你現在呢 你只會說要買人 現在有一堆人 現在沒有了 你現在要面對現實 就用這堆人 你怎樣好好發揮你的前文 沒有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如果摩三 就真的應驗了 我只是覺得 我想不到他下一站會去哪 以他的性格 一定是教大球會 偉思涵 不會 一定是教大球會 大球會還敢聘請你 有錢也不敢聘請你 你現在搞得這樣 你對外又搞得差 對外又搞得差 那還有誰敢 唯一是國家隊 但是國家隊這排好 對 三四國園這個冠軍 如果你說 世界盃 歐國盃 以前就炒 那時候就可能有機會 那你現在真的站在那裡 就是和思樂 顧劍重逢 但是我自己覺得 很多時候我看到摩連奴 經常都說 沒有買人 昨天我看直播的時候 平常人何輝都有說 其實都不是沒有買人 直夜晚亂 在近年雲高爾接手 到之後的摩連奴也好 甚至你之前說 再前一點的莫耶斯也好 算買最少的 買了兩件 就是菲蘭尼和馬達 是 當然沒有了 但是另外一路 你買過什麼人 其實買過很多人 迪瑪利亞 法卡奧 米基達恩 到山神 其實全部很多人 我真的數了幾個 這些 其實價格全部都不低 南馬斯亞 整堆 全部價格都不低 其實你是不是沒有買人 不是 那你說 我還是有些人的質素不夠 那個資料之外 例如說中堅不夠 其實我們 很坦白地說 其實 球會已經有聽過你說 是買了連笛老夫 只不過你最後看不對 就是搞不定 買錯了 即是沒有眼光 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買 你買了三千多 對不對 那麼 另外的問題就是 做一個頂級的領隊 喂 球隊原來真的沒有了什麼人 買不到人 那怎麼辦 他想方法折衷 對 是不是 找其他位置怎樣填補 我想過另一套戰術 是不是只有一套死的戰術 是一定要那個位置的人 沒有那個位置我踢不到 大家猜 那些導演找人拍戲嗎 喂 你不拍我不拍的 那套戲 你不參演 你不做男主角這套我不拍 是不是 是說笑的 那些 但是他踢球 難道我沒有那個位置 那我不踢下去那場球 認輸 不是這樣的 喂 那個位置沒有的 其實正如他 譬如像天奴一樣 今年沒有買人 對不對 一個人都沒有 那他出來他都沽臉堂亡那晚 很開心 當然你說他不是開心 我相信他一定不是的 因為他一定想 多求求球員 不然怎麼會有收購工作呢 夏天 只要我買不到 但是沽臉堂亡 會說話這樣出來說 問題是 我都要教這對球 難道我辭職不教嗎 你不買人 那怎麼辦呢 他想說怎麼用回人 原來上季 冬季時候買了人 盧迦斯姆說 都沒有怎麼用過 想說定位給他 有些勇猿在那裡 什麼施數高羅拉迪 給他一些定位 同樣的方法 可以放回萬聯身上 生齊事 你都還沒拿盡 對吧 馬達你用盡了嗎 還沒用盡 好了 好少少的 嘗試用一些清分 安達斯培拉這些 可以的 給他一些機會用一下 好 見到好的就是 梳爾OK的 之前不行 但是看到他慢慢有進步 斷了腳之後 開始希望他身形 適合了一點 給他用 都OK的 表現得好的 這些就是正確的態度 但是 而不是在家裡 說暖天遊人 沒有人買人 每次記者會 買不到人 所以就差了 是這樣的 那你就等給別人解僱了 難道一輩子就在那裡 一輩子買不到人 那你就不用聽了 所以 你說 摩連奴真的 你的性格 影響到你之後的仕途 可以這麼說 摩連奴一直以來最為人去稱讚 去稱讚 去稱讚 就是他防守伎倆 但是到現在這一刻 三場球 失了多少球呢 失了七球 是 三場球失了七球 那麼 防守有多厲害呢 究竟是不是 你說 人腳不夠 之類不夠 以往摩連奴最為人稱讚 並不是他人腳有多厲害 又是他拿出一些 可能不是特別好的人腳 但是仍然打得到 一些很鞏固的 功利足球 可能你覺得不好看 看完都得到分 但是這一刻 摩連奴 他拿出一班其實 價錢並不低 但是打出球不好看 球迷都可能覺得算了 收貨了 有成績都好 成績都沒有了 還有什麼理由 還有什麼原因 導致球會去留下你呢 上次對上一次 車律師的失敗 你罵什麼呢 就罵對中內亂 我們都可以覺得 可能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那就同情一下你 讓你反骨仔 這次了 沒有反骨仔 只是你一個人 只是你一個人 你現在只不過去罵 其實他罵球員的原因是什麼 很簡單 推射責任 我將我的失敗 罵到球員上 球員表演不好 我戰實沒問題 到你一刻 還有這麼乾癖自用的行為 摩連奴 我自己覺得 也好自為之 是的 今集差不多到這裡 主要是講一下萬聯對此 這場波 從而又再講一下摩連奴 大家怎麼看 相信我和Patrick都認為 就明不久矣了 摩連奴 儘管看看他之後做法是怎樣 當然 臨死之前也可能有回光反照 甚至有人真的治得回也不奇怪 可能下場波痛還是私痛 有很多不同的改變 馬上是作客搬離 是 贏不贏球 不是他有沒有反 即是有沒有復活的徵兆 不是 日後打出來有沒有形狀 對球出來的面貌是怎樣 摩連奴你的面貌是怎樣 至少這群球員 今場波來講 精神面貌是好的 好的 有真性決心 不是說要送你一程 所以你自己好自為之 即管看看你的能力去到哪裏 就麻煩你送給大家看看 我也希望可以一巴掩蓋到我 掩蓋到我們兩個 各一巴掩 做些好事出來 我也希望看得到 但我覺得暫時會比較敏 下集再見 再見 拜拜